男人启动了口罩机关 两边声波器开始发出攻击 场上的其他人怎么也不会想到 这种声波一旦接触到 便会立刻被控制 眼前的这支苏军小队 也只能是一个个将枪口对准了自己 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男人的超能力在队长这里出现了意外 对方居然挣脱了他的控制 并给自己来了两枪 男人只得赶紧逃离 看着自己的伤口 男人怎么也想不明白 竟有人能不受自己超能力的控制 而这件诡异的事情 发生在一次城市战斗中 苏联的爆破小队 被命令去爆破一处水泥柱子 但他们在中途却看到 敌军正在对平民进行处决 没有经过丝毫的犹豫 他们便决定冲出去救人 在双方一阵激烈对抗 炮火对轰后 这些平民被他们救了下来 只是他们的小队坐标也因此暴露 事情解决 正当里队准备继续执行计划时 敌人也开展了猛烈的反扑 他们苦苦支撑 就在里队以为他们坚守住战地时 一个戴着面具的人从烟雾里面走了出来 面具男开始喃喃自语 里队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却只见自己的队员仿佛被他的声音催眠控制了 纷纷开始自我了断 就连他本人也抵挡不住这种力量 就在这轻军一发之际 身旁队友的自我了断 反而让里队清醒过来 挣脱了束缚的他 瞄准面具男便打了两枪 面具男没有想到自己的超能力 有人能够免疫 没有防御的他被子弹打伤了手 幸好有同伴过来接应 不然自己多半就葬送在这里了 这件事也给里队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整个小队最后只剩下了他一个人 这段过往成了他记忆中永远的伤痛 即便是面对科学家的战后心理治疗 他也拒绝将这段记忆抹去 里队告诉自己 他一定要将那位面罩男子省之以法 为自己的战友们报仇血恨 转眼间四年已经过去 而就在这一天 类似的事情再度发生 眼见公交车和燃气罐车即将要相撞 安妮竟不自觉地用出了超能力 此时天空中有个飞艇经过 有人用相机看到了地面上 呈现出一段段螺旋波纹 这种能量是一种冲击波的攻击 他将安妮身边的男友和旁人 击飞十几米 燃气罐车和公交车 也因冲击波而受损 女孩的哥哥是这辆公交车的司机 发动超能力的他 成功救下了哥哥和一车人的性命 自己却因为消耗太大晕了过去 见情形不妙 哥哥赶忙带妹妹离开了现场 哥哥明白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二人肯定没有办法继续在莫斯科生存下去了 他们必须趁早离开这里 可就在这个当口 安妮的那位男友在刚刚受到了惊吓 他领着苏联的警察部门找上门来 哥哥被当作嫌疑犯带走 自己则被带去了问讯室 而之前那位李队坐在他面前 对他展开了审问 安妮本想蒙混过关 口称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没想到对方却已经掌握了不少东西 李队拿出了两个不同城市发生爆炸案的照片 兄妹二人皆是在发生爆炸案的当天 逃离了该城市 李队先是威胁 若不老实交代 他们的下场并不会好 再是给予安抚 他感觉安妮并不像是一个罪犯 但需要弄清楚室友 才能帮助妹妹解决麻烦 这一套说辞似乎打动了安妮 安妮刚想对这个人开口 可下一秒 局长便闯了进来 打断了审讯 最后局长将安妮带走 他们下电梯 过长廊穿书架 来到了一个十分保密的大楼办公室 在此处迎接安妮的是伊教授 伊教授看起来十分和善 也并不过分为难安妮 教授只要安妮能够接受 他们对他身上超能力展开研究 安妮不仅不用承担责任 而且很快就能和哥哥团聚 安妮没有选择 只得答应对方的要求 另一边 李队又对现场展开了调查 却被局长带走 终止了他继续调查 局长告诉自己的这位女婿 这个案子已经被其他人接受 李队就不要再参与了 可李队却仍执着于四年前的事情 在此之后 这种特殊的案件 他都十分重视 回到家中的李队和妻子抱怨 他过去在战场上的事情 很多人都不相信 岳父就更不用说了 也不会相信他的说辞 李队认为 岳父不过是为了他自己的乌纱帽 屡次阻挠自己查案 李队坚定地认为 今天的安妮一定具有这种超能力 与此同时 安妮被教授带到了地下实验室 他注意到了墙上的M标识 教授却让他不要在意 随后 金属头套被带到了安妮头上 在一轮测试结束后 安妮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哥哥 在这之后 安妮被他们安置在了这里 成为了他们的实验对象 依教授将检测报告交给了局长 报告结果显示 安妮所造成的事故并非主观所为 其他的虽然尚未调查清楚 但依教授认为 此人有着极大的研究价值 为了加快进度 局长又派遣了一位实验经理协助调查 此后 他们对安妮加深了实验调查 这让安妮感到十分痛苦 那位李队却在那儿一个人闷头展开调查 在过去两个月后 一个身份神秘的德国人造访了这里 他谎称自己是一位科学家前来参访 面对着胃癌晚期的教授 此人也是毫不掩饰 一上来就跟教授谈交易 他告诉教授 只要能让自己同安妮见面 他便能让教授不受病痛的折磨 随后 他便发动了自己的声波能力 教授也因受到声波力量缓缓睡去 男人从实验室拿走了一些信件 又从桌上取走了一张纸条 在做完这些事后 教授便带他去见了安妮 此时的教授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再也不受病痛折磨 就连拐杖也不需要用了 他按照男人的要求 将对方带到安妮面前 男人先是偷偷将纸条交给安妮 再低声告诉对方 他被教授骗了 就在一瞬间 愤怒的安妮便再也不受控制 他的声波超能力 也在此刻迸发出来 摧毁了实验室 也引起了爆炸 与此同时 李队还在喋喋不休地 向局长进行报告 他找科学家对现场展开了鉴定 那场爆炸的威力 并非是已经下结论的天然气 一种声音的冲击波 可他话音未落 在桌子上摆放的水杯 便开始了剧烈的晃动 最后冲击波震碎了玻璃 炸毁了实验室 而安妮则被那位男子带走了 但她的行踪也被李队所看到 男子就算是化成灰 李队也能认出来 他就是当初与李队小队 展开争斗的那个人 李队急忙赶了过来 却还是一无所获 在安妮自己的记忆里 小时候的他们 在森林中遇到了狼群 几个孩子已经被吓得束手无策 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眼看狼群就要向他们袭来 将其当做午餐 安妮却在这个时候 意外激发自己体内的超能力 最终狼群被冲击波 正飞到了天上 村里的大人姗姗来迟 安妮却已经在哥哥的怀里 没了气息 狼群的尸体和形成在许地上的 螺旋波纹诉说着安妮 刚刚所爆发的力量有多么可怕 在大人看来 没了气息的安妮意味着死亡 便为她举行了葬礼 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安妮却在葬礼上神奇的复活了 但这又吓坏了村里的人 他们把安妮当作了民俗中那邪恶的女巫 他们放火烧屋 要置安妮一家于死地 但在这个关头 母亲却怎么都叫不醒 后于无奈 哥哥只好带着妹妹从窗户口逃走了 这种不稳定的能力一直伴随着妹妹 直到这次两车相撞 将他们兄妹二人卷入了漩涡之中 她先是被苏联军方控制并展开研究 随后那位叫诺依曼的德国人也盯上了她 这位诺依曼出身贵族 在继承了家族的古堡后 更是得到了德军的支持 她找了一群有天赋和能力 但又穷的叮当响的孩子 培养成了自己的手下 她对安妮十分重视 因为安妮同她一样 是拥有超能力的人 安妮被诺依曼乘火车前往德国 一切都很顺利 直到在快到边境的时候 被城景来了一个突击检查 为了不增添事端 她告诉对方这是王七的遗体 请他们高抬贵手 城景没有多想便离开了 但安妮却在这个时候苏醒 看到了自己在飞速运行的火车上 她连忙跑了出去 正好撞上了刚才的城景 诺依曼按叫不好 安妮告诉城景自己被她绑架了 在这种情况下 诺依曼选择用现金来贿赂对方 没讲到对方却收了贿赂不办事 依旧对她举起了枪 没有办法 诺依曼再度使用了她的超能力 让他们正如之前那些小队成员一样 自我了断了性命 随后她搬下车厢的制动机关 同安妮一起沿铁路前行 在和前来接应的女助手帮助下 回到了诺依曼的古堡 未进入城堡前 安妮见到了对方的童子军 进入城堡后 安妮见到了对方的蒲聪 随后诺依曼将安妮安置在一个 还不错的独立坊间 在确定自己足够安全后 安妮才放心地休息起来 诺依曼帮助德国 破坏了各国的主要建筑 这次又成功带回一位超能力者 而此刻 她正与军方在酝酿着更大的计划 安妮好好的睡了一次 然后被一个捣乱的小男孩叫醒 但不同国家的二人无法交流 好不容易才互相知道名字 就被诺依曼和女助手发现了 按照这里的规矩 她一人犯错 其他的男孩也要跟着接受惩罚 等到安妮来招小孩的时候 却看到她被其他人吊了起来 安妮赶忙把她救下 两人继续像昨天那样连忙逮猜 开始了交流 而这段经历让他们有了过命的交情 安妮在诺依曼这里享受到了贵族的招待 但这样的招待让女助手看在眼里 恨在心里 苏联方面 安妮给他们的地下实验室带来了致命的打击 局长来见那位一教授 里面有几个士兵躺在实验椅上 他们的相同点是 胳膊上都有一个M标志 局长找到了躺在角落里 已经没有多少力量的教授 然而时日无多的她却不想再进行实验了 于是教授停止了对士兵的进一步实验 因为她觉得这样做迟早会出事 局长听霸十分恼怒 他们现在需要M小队来将安妮带回 不能让德国人掌握着这么一个强大的超自然武器 鉴于一教授并无改变想法的心思 以及她现在没什么用了 局长决定送这位教授去见上帝 在这之后 她却找了另一个女科学家 局长告诉对方 一教授被德国人谋害 此外她知道教授和女科学家有一个私生子 便以此事来要挟对方来协助她调动M小队 去德国执行紧急任务 随后局长召开了内部会议 她告诉众人 德国建立了一个叫智库的部门 那维诺伊曼就是以智库科学家的名义混进来的 在大爆炸之后 有一位女病人被她带走了 他们需要把这个人带回来 在结合铁路边境那传来的信息和他们的情报后 内务部已经能够确认诺伊曼的位置 于是内务部最终做出了决定 派遣M小队去德国 由梅队长统帅部队将人救回来 会后李队也申请加入M小队 他要找到面具男并送他去见上帝 来为死难的队友报仇 作为局长见他的岳父 自然是拒绝了李队的请求 但李队已然下定了决心 回家请求妻子是否能够帮忙 尽管既不舍又难受 妻子还是来求自己的父亲 杰玲还需吸铃人 那位面具人一日不除 她的丈夫一日不会安心 无奈之下 局长将李队编入了M小队之中 并请求梅队长多加照顾 德国这边 诺伊曼在今天举行了生日舞会 他甚至请安妮同他跳了一支舞 不成想 军官同小男孩在舞会上下棋 被对方玩败 恼羞承诺的军官给了男孩一巴掌 甚至当着众人的面 掏出了手枪 可就在这一刻 军官的手竟然不受自己控制 紧接着现场的所有悲剧奇剧都漂浮在了空中 原来是安妮出招了 他不允许军官伤害自己唯一的朋友 在此关键时刻 安妮的超能力再次发动 军官和枪一起也被超能力的力量飘在了空中 眼看他就要小命不保 诺伊曼也只得在这个时候将手放在安妮的肩膀上 阻止对方继续使用力量 受到惊吓的众人也离开了舞会 即便如此 诺伊曼依旧对安妮尊敬有加 但他的女助手却看不惯这样的局面 因为原先他就和诺伊曼暧昧不清 目前的情况让女助手无法适从 更过分的是 诺伊曼竟然想同安妮有一个孩子 从而让孩子通过遗传拥有两个人的超能力 于是诺伊曼选择让女助手离开 可他不知道的是 刚才的军官不怀好意 早将二人的合作抛着脑后 军官想要策反女助手 并告诉对方 军方会对安妮出手 安妮在此刻成为了苏联军队 互相争夺的目标 苏联的M小队具体分成了两队 分别藏在了运送谷物的火车车厢之中 只是刚过边境的火车 也被德军进行了突击检查 这点并难不倒他们 M小队的成员将自己埋入稻谷之中 检查自然查不出什么端倪 但他们没有算到 对方将车厢顶带给封死了 这会儿需要跳车的小队 却出不去了 李队也是颇有经验 他踹开了底部的舱口 竟然便通过这样的方式 逃出火车 还滚下了山坡 只是李队却不幸被石头泡于了脑袋 见对方昏迷不醒 梅队长便扛着他走了有五公里 李队才醒过来 眼下的情形是 只有这一组四人逃了出来 还有一个人受了伤 在仙人的接应下 竟然被带到了一个不容易被发现的小木屋 这里的武器和粮食让他们使用 贴心的仙人还帮他们做好了假的身份证件 可突然间外面传来了有人中陷阱后的声音 有嫡喜 敌人很快展开扫射 M小队的四人也不甘示弱 向对方予以还击 可对方的火力告诉他们 他们应该是被包围了 为了解决敌人 梅队长从后门迂回报抄 从敌后用刀干掉一个 用枪解决一个 另一位队员也在这个时候 将靠近木屋的敌人全部处理掉了 最后他们将前来偷袭的德军部队全部拿下 队长不仅对敌人进行了补枪 还给那位仙人来了一枪 李队问梅队长他们的后路 队长却告诉他 死去没有归途 而在诺伊曼的过去 小时候的他并不被人们所接受 因为他的特殊能力 还被父母扣上了皮口罩 如果让他喊出声波 其他人则会被麻痹神经 控制大脑 他的父亲就是在被诺伊曼控制大脑时 意外失去了手指 家人们怀疑他遭了恶运 被恶魔控制了身心 在神父的引荐下 一个神秘的人愿意收养他 而他的人生也从这里迎来了转机 此人不像自己父亲那样看待他 还将他的皮口罩摘了下来 这个神秘人将诺伊曼带到了一座 用作教堂的古堡 并告诉他 在这里不用害怕任何人 原来此人是党卫军兼盖世太保的首领 海因里希 之后战争爆发 海因里希被派出国执行任务 城堡则在被当作医院使用 诺伊曼成为了这里的历史义务助手 在之后的某一天 有一位伤员需要进行大的手术 但这里缺少止痛的马飞 看着对方疼痛的样子 诺伊曼想要用自己的声波 给对方一些精神麻痹 没想到效果出奇的好 伤员在收到他的声波后 平稳了情绪 放松了心情 护士和医生也被他的力量震撼到 在诺伊曼的帮助下 伤员舒缓了疼痛 让医生更快地完成医治 就在这样的过程中 长期与护士朝夕相处的他 喜欢上了对方 最后他还带伤员们游览古堡 并拿出珍藏的美酒 分享给众人饮用 但诺伊曼没有想到 他这一行为却坏了事 自己和大婚睡了一天不说 第二天醒来后 却看到了令他十分伤心的一幕 诺伊曼看到 护士和之前那个伤员在轻轻握握 这让他十分愤怒 瘦小的他向对方挥起锤子 却一下被对方踹倒在地上 怒上头的他再度使用了超能力 让对方的神经被自己控制 伤员拿起锤子便给自己来了两下 诺伊曼的怒气已经压过了理性 他操控着伤员 一下又一下砸向自己 指导他当场丧命 这件事情过后 他再度被人戴上了口罩 送进了精神病院 但在这里他认识了一个女孩 这个女孩是一位护士长的女儿 从这一刻起 他们成了最好的朋友 女孩名叫凯瑟琳 也是诺伊曼后来的女助手 再后来诺伊曼成了智库组织的一份子 他让凯瑟琳去寻找那些天资聪颖的小孩子 将他们骗上车后 再由诺伊曼进行精神催眠和控制 孩子们就这样一个又一个 被他带回了古堡 这些人被诺伊曼展开精神控制和军事训练 并将他们逐步提供给德国军方 不过随着安妮的到来 他渐渐诞生了一个更为庞大的梦想 那便是组建一个超能力者联盟 除此之外 他还想和安妮有一个孩子 从而孩子继承他们两人的超能力 但他的这个想法 伤害到了自己的助手凯瑟琳 凯瑟琳并不接受这样的命运 他甚至想要刺杀安妮 但他的行为被诺伊曼的管家发现 便只能作罢 诺伊曼成功让安妮同意 训练控制自己的超能力 他们越过密道走到海边 再做上滑翔机翱向于天空 最后来到了诺伊曼上年时 常常玩耍的堤坝 而这里正是他训练安妮的地点 诺伊曼先是引导对方学会释放能量 闭上眼睛的安妮 猛然睁开双眸 自己体内的力量也随着情绪奔涌而出 他面向河坝 水源被他操控 鱼泪因他跃起 河水也逐渐漂浮在空中 并聚合在一起 汇聚成一颗颗硕大的水球 在他所能操控的范围内 安妮仿佛拥有了造物主一般的权能 诺伊曼也被安妮的能力所震撼到 而此刻的诺伊曼知道 他的选择没有错 最后在他的指挥下 安妮轻松地将自己的能力收了回来 这也是他第一次做到这样 训练结束 诺伊曼带着安妮回到了自己曾经的住宅 这里承载着他的过去 他的回忆 一切难过的思绪都凝结在了这里 安妮也在这里看到了诺伊曼小时候戴口罩的照片 随后诺伊曼告诉安妮 自己的父亲在战场上迎来了他最终的宿命 母亲之后也随父亲离开了人世 两人举杯饮酒 随后安妮为了表示对他父母的慰藉 他将一些能量推到了壁炉之中 一瞬间火中如烟火般绽放 两人也在此刻陷入了爱河 在这之后安妮做了一个梦 她梦到自己身居一间茅草棚 还抱着一个孩子 在草棚的外面是一望无际的田野 和随处摆放着的巨大象棋 而自己那位小男孩朋友 则向远边的龙卷风跑去 安妮随即便从梦中醒来 她告诉对方 自己必须要回到古堡 因此当时 苏联的M小队就剩下了 李队梅队长和另一位女队员了 这几个人炸开了密道入口 到达了城堡 女助手凯瑟琳 此刻却在城堡里给孩子们讲故事 凯瑟琳刚离开不久 李队首先静悄悄地走到了他们的身后 李队并没有想过 梅队长告诉她的没有归途是什么意思 她的内务部局长岳父 一向就是一个心狠手辣的角色 她一开始就知道 女婿若是出发就没有回来的可能 所以她让女科学家对自己的女儿 强制进行了记忆抹除 从此 李队便消失在了她的人生之中 在这之后 局长开始组建新的M小队 让女科学家从众多的死刑犯中 挑选出一支队伍 为了有备无患 就连研发成功的免疫精神控制的药水 也用上了 城堡这边 梅队长让李队去杀人 可李队心善不忍心对孩子下手 没办法 梅队长只能自己动手 但梅队长小看了这伙人 只见这些小孩子迅速组成团战模式 并借助物品掩护 对梅队长展开了车轮式的攻击 他们人多而且跑得乱 不等梅队长开枪攻击 自己却已经被偷袭的小孩 用刀弄得受了好几处伤 相较于自己 这些孩子也是被诺伊曼魔鬼训练到现在 他们或许比梅队长更擅长作战 就连一个小女孩都能趁乱 夺了梅队长的枪 没过多久 队长便重伤摆下阵来 到了这时 领头的小孩让安妮的那位小男孩朋友 送梅队长最后一程 谁能想 还在他迟疑的时候 瞬间被梅队长反杀 领头的小孩在送走梅队长后 便随众人离开了现场 而这一切正如安妮预料的那样 女队员长找到了凯瑟琳的房间 两人也开始了角逐 先是子弹对射 在子弹用完之后 又展开了拳脚功夫 最终还是凯瑟琳更胜一筹 她将压制自己的对手 一脚踢到了楼下去 女队员也因此晕了过去 李队听到声音向这边赶来 不成想他成了送人头的 被躲在暗处的凯瑟琳 用空枪给控制住了 在又被孩子们一顿攻击后 凯瑟琳告诉他们 此人现在由我来处理 但凯瑟琳没有杀李队 她知道李队是之前那个 免疫声波的人 随后她还和李队谈起了交易 凯瑟琳告诉李队 双方可以展开合作 那些孩子们已经被诺依曼洗脑了 他们认为自己可以帮助 诺依曼收拾世界 诺依曼也在这个时候回到了城堡 他们先是看到了那位苏联的女队员 安妮一见面知道出大事了 她赶忙向城堡里面跑去 诺依曼则是彻底解决了对方 安妮来到了宿舍 但这个小男孩朋友已经去世多时 她没能拯救对方 也没有见到朋友最后一面 诺依曼则是来到了密室 与控制凯瑟琳的李队对峙 双方形成了僵局 诺依曼嘴上说着不在乎凯瑟琳 但最后还是放下了枪 李队以为自己稳了 却被赶来的安妮发动超能力 给震到了地上 李队就这样宣告失败 诺依曼却也要李队活着 虽然李队当初给了她两枪 让她失去了手指 但安妮的出现让她意识到 这个世界上不会只有两个超能力者 她要吸纳这些超能力者 组成超能力者联盟 故而她需要更多的超能力者 加入到他们的团队 李队当初对她的声波控制 有免疫效果 此刻她便认为 可以将李队拉入麾下 没讲到李队直接拒绝 甚至还拿出自己身上的M标志 给诺依曼看 她告诉对方 自己不是孤军奋战 之后还会有M小队的人 来对付诺依曼 安妮在此刻来见李队 李队告诉她 诺依曼十分冷血 而自己也不是什么 能够免疫期催眠的特殊人士 她那时候确实被催眠了 但李队之所以活下来 只是因为她的枪卡壳了 可她如果不这么说 诺依曼会直接选择 让她去见上帝 李队希望安妮不要被她迷惑了 此刻也只有安妮 能够对付她了 凯瑟琳这时出现在了牢房 她告诉李队 安妮可以跟她走 如此凯瑟琳就能和诺依曼 回归到过去的生活中 凯瑟琳还说 那些孩子的未来已经没有救了 在训练结束后 他们会被诺依曼挑衣给军方 但安妮并不怎么相信他们 她相信自己能够拯救诺依曼 安妮离开了牢房 她决定要和诺依曼谈一谈 最后凯瑟琳做出了自己的安排 她让管家去稳住孩子们 自己则和李队去找诺依曼 可就在这时 诺依曼派来的杀手 与两人殴打在一起 就在杀手要送李队走的时候 凯瑟琳在后面给杀手来了一枪 解决了杀手 在收拾好后 两人便上路了 但这声枪响 也让孩子们听到了 管家想阻止这群孩子们离开 但他却被为首的那个孩子处理掉了 那个孩子告诉管家 只有诺依曼才能指挥他们 与此同时 安妮仙来到了墓地 所有已经去世的孩子都被埋在了这里 那名犹太孩子也在其中 他见到了诺依曼 对方给出了自己的理由 他认为 所有人都会在战争中死去 想要生存下来 孩子们就必须要适应战争 诺依曼想要安妮同他一起 最终建立一个没有硝烟的新世界 没过多久 李队和凯瑟琳也感到了目的 李队分析 诺依曼绝对不会是安妮的对手 于是 李队将身子钻出车外 对诺依曼举起了枪 在感受到背叛的滋味后 诺依曼戴上了他的声波增强口罩 这一幕让凯瑟琳万分难受 他还是不能说服 自己对爱人拔刀相向 于是他突然猛打方向盘 猝不及防的李队被甩出车去 此刻的凯瑟琳能想到的最后招数 就是让车子全速向河中奔去 用自己的死来换取爱人的醒悟 可事与愿违的是 凯瑟琳的殒命让诺依曼再无顾忌 不过M小队的其他成员 也在这个时候赶到了目的 并对诺依曼发起了攻击 可李队怕这些人伤害到安妮 竟和M小队其中的一个人打了起来 最后还将对方给打晕了 在这个过程中诺依曼腿部受伤 眼见情况不妙 他便一直催促安妮使用超能力 见此情形安妮发动了她的超能力 在她的影响下 周围的巨石随气流飞到了空中 只要等安妮完成蓄力 这些人没有一个能够活下来 但意外还是出现了 一位士兵朝安妮开枪后竟愣住了 安妮在看到这个人便知道大事不妙 当子弹向安妮袭来时 他却将能量转化为防护罩 将那些子弹反弹了出去 防护网能量之强 就是连诺依曼也会受其影响昏倒过去 被安妮反弹的子弹 刚好命中前面的那个队员 他也在这个时候确认 此人就是自己的哥哥 安妮终于明白 诺依曼不过是在忽悠自己 处于极度气愤的安妮 对诺依曼发起了能量 李队也学会了投袭 他一枪便击中了诺依曼 还没等喘口气 那群孩子们就杀了过来 不忍心对付孩子的李队和安妮 选择了撤离 他们来到了海边的停机坪 一眼看孩子们就要追上来 安妮选择用能量波 来给飞机进行助跑 最终飞机成功逃离现场 没讲到诺依曼还活着 孩子们则将他带回城堡 不甘心失败的他 决定整一出好戏 诺依曼综合了自己的发明创造 再配上他的声波 精神控制的超能力 最终在声波倍增气的帮助下 他将自己的精神意图 随着这些装置展开传导 再由塔建的天线向外传播 经过这一系列的操作 他的声波传到了德军的指挥部 这个帝国的元首被这声波给控制 在他的影响下 最终做出了侵略苏联的决定 一阵阵的飞机向苏联领土袭来 诺依曼培养的童子军 也在这时随军而战 这场影响历史的苏德战争 就这样开始了 在另一边 苏联的一处临地里 安妮即将要到临盆的边缘 李队赶忙来找人帮忙 最后安妮在一间茅草棚里 生下了孩子 这里和她梦境中的场合十分相似 她也在这个时候 再度触发了自己的超能力 这些力量随着阳光一起 照耀着农场的每一个地方 负责接生的婆婆 并没有见过这个场景 她还以为是神灵将士 便在孩子的胸前 画了一个萨玛的符号 她的这个迷信行为 恰好让诺依曼手下 一个具有灵媒力量的孩子 所感知到 她将这个事情告诉了诺依曼 这个关于二战的奇幻故事 暂时到这里结束 她还在等待下一季的开始 回顾俄剧异类 她主要围绕两个 具有特异功能的人进行叙述 这些人的本领 让他们成为了 人类受贿的异类 更多的人对他们是 害怕 提防 戒备和利用 这并不应该是他们的人生 所以具有超能力的反派男主 选择要依靠自己的力量 来掌控世界 她的童年经历 让她抛弃了原则和底线 而另一个超能力者的出现 更是滋长了她的野心 为了得到对方 她无所不用其极 诺依曼在整个过程中 抛弃了一些正向价值的情绪 同样她也会在这个过程中 失去其他的正向情绪 对于女主来说 她的生活更多是悲惨的 不能控制的超能力 让别人对她多是害怕和戒备 但她只想和哥哥一起活下去 但她的力量 引起了苏德势力的重视 她只能从一个欺骗 到另一个欺骗 她一度以为诺依曼能带给她未来 但这一切却是对方帝国大厦的吉时 在她的那位小男孩朋友去世后 她又该何去何从呢